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患病的小石匠 可怜的小石匠生病了 听说病得很厉害 卡龙 戴洛西和我决定一起去看望他 斯黛蒂本来也是想去的 可他因为要写作文 所以就不能去看小石匠了 诺贝斯平常很傲慢 我们邀请他去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个不字 瓦提尼也拒绝了 最后去的只有我们三个人 下午下起了大雨 但我们依然按照我们约好的时间出发了 走到半路 我们忽然觉得不应该这样去看望小石匠 至少应该买点好吃的东西 这样也许会让他更加高兴 于是 我们每个人各拿出两个银币 买了三个大橘子 当我们走到阁楼的时候 戴洛西摘下了自己的奖章 放进口袋里 他觉得不应该带着奖章去看望病人 在病人面前 他应该表现得更加谦虚谨慎 我们来到小石匠家的门前 小石匠的父亲为我们开了门 他的父亲长得十分高大 看见我们来了十分吃惊 你们是谁呀 小石匠的父亲问道 卡龙回答说 我们是安东尼的同班同学 我们给他带来了三个橘子 啊 可怜的安东尼 小石匠的父亲一边摇着头 一边伤感地说 他也许再也不能吃你们带来的橘子了 他说着就哭了起来 一边用手擦着眼睛 一边把我们带进了小阁楼 小石匠躺在一张小铁床上 他的母亲陪在他身旁 屋子里很简陋 小石匠的脚上盖着一件衣服 上面沾满了白灰 那大概是他父亲工作时的衣服 可怜的小石匠 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酸楚 差点哭了出来 他的脸色苍白 整个人明显瘦了一圈 我多么希望他能调皮地再做一次鬼脸 那样的话 我什么都愿意给他 卡龙把一个橘子放在小石匠的枕头上 橘子散发出阵阵清香 小石匠闻到香味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他把橘子抓在手里 但一会儿又放开了 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卡龙 是我呀 卡龙说道 我是卡龙呀 你不认得我了吗 小石匠微笑着 卡龙紧紧地握着小石匠的手 说道 振作掉小石匠 你会好起来的 老师和我们都在学校等着你呢 你快点好起来吧 小石匠的母亲抽携起来 我可怜的安东尼 你这么善良 为什么会得这么重的病啊 求求老天爷 快点让你好起来吧 这时 小石匠的父亲有些焦虑不安 说道 请你们先回去吧 谢谢你们来看他 可是待在这里又能怎么样呢 谢谢了 请你们还是回家去吧 小石匠看起来很累 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小石匠的父亲把我们送到楼梯口 然后关上了门 可是 就在我们下了一半楼梯的时候 突然听到小石匠的父亲大声叫 卡龙 卡龙 我们三个人又急忙返上楼去 原来 小石匠已经两天没说话了 他的父亲听到他开口叫卡龙的名字 不由得兴奋地叫了起来 卡龙走进房间里 小石匠双眼盯着他 卡龙慢慢地走到小石匠跟前 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卡龙留在了小石匠家里 我们就先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 戴洛西满眼泪水 我安慰他说 你还在为小石匠担心吗 但小石匠已经开口说话了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也这样想 戴洛西回答说 不过 我现在想的不是小石匠 我是在想 卡龙的心地是多么善良 他有一个高尚的心灵 我现在想的心灵